这里是位于关山镇的电光小学 老师们正带着幼幼班的孩子们 进行户外活动教学 妹妹在玩什么 下班的技巧 什么什么技巧 为技巧 其实因为今天开学第二天而已 然后我们的新生小班比较多 所以今天其实是让他们先 就是开心的玩游戏 他们能够喜欢学校 然后开心的来上课为主这样子 是那个学校生活 对对对团体的活动 平常的生活的课程 就已经会有就是部落的主题在里面了 对都会加入部落的元素在里面 运动场上 彩绘着不同运动项目的大壁画 无论是射箭 泛舟或是登山 在这里都是学童们在学校 都会学习到的户外体验课程 我们发现孩子越来越需要有机会 可以走出校园 那结合特色的理念再扩展出来 就是我们做探索教育 还有一些山野教育的户外课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学校不管是从最基本的水域 或一些攀岩 独木舟 然后登山等等 都是已经纳入我们学校的本位课程 那103年度我们也是教育部 全国的山野教育的学校 这个叫做整对 他的手碰到他就可以了 好 学学换你 然后你要说好 好 手机放下 由于少子化的冲击 学校招生人数一年比一年还少 长期面对废校的困境 以阿美族为主体的电光社区 透过部落传统文化的特色课程 让电光小学成为发展特色学校的典范 那一到六年级我们也结合了 我们现在学校的一个山野教育 所以把它结合起来 就是结合那个阿美的传统的一些 生活上的智慧 还有野外的一些智慧 然后一起结合起来 发展我们的学校的本位课程 校区内到处都可以看到 充满阿美族文化与历史故事的记录 曾经在满清时代 李康清兵入清的传奇 透过工格彩绘 让来到这里的访客或是学童 透过导览解说 充分深入部落探索 学习心知不再只限于校内的学童 不可以退哦 不可以退 不能退哦 好 停 延续在学校学习的一些成果 但是社区跟我们大人们 就是部落这一边 一样要承接下来这样的一个责任 这样才有办法让孩子继续下去 那我们能做到的就是陪伴 在校方不断规划 多重特色课程的努力之下 这里的孩子不再像都市的学生 多着重在学科教育 从部落传统文化生根 到学习族人基本成长技能 学习与部落生活紧密结合 在这里的阿美族文化永续传承 有了无限延伸的源源动力 东台新闻张家伟 关山镇报导 我们有个人会的工作 在学校 我们在学校 学校 我们在学校 学校 学校 感谢观看